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归田这个人非常狡猾 不管用什么办法 都得把红一号查出来 我有一个想法 我先去把电台拿过来 你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上级 可是在这里发报 会不会不安全 没事的 这里目前是安全的 大陆别太难过了 大陆别太难过了 人死不能复生 大陆别太难过了 至少大海他走得很光荣 你们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我们的事情进展得还算比较顺利 但是我们牺牲了一位同志 这些小鬼子真是阴险哪 爸 现在我们家的发电厂已经交给日本人 我现在很担心我们的码头仓库 会成为日本人的第二个目标 担心有什么用啊 现在林匠这么乱 要不然 要不然你去上海等我 等我们任务结束了之后我再去找你 现在全国都是战区 到哪儿都一样不安全 我这么大年纪了 我还是回老家得了 宋伯伯 我觉得洪玉说得对 您想想看 日本人先把你们的殿长没收了 这接下来恐怕就 恐怕就要对我下手了是吧 那到时候怎么办呀 爸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怎么办 首先我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 况且我不是什么地下游击队的 对他们并没有威胁 只要我一旦对他们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相信他们就不会再来骚扰我了 放心吧 女儿一定会跟你在一起的 你好像没关系 他们在这林将庄内 那里有三千人都住在 他们的价值 他们就不能找到 但是他们都没有见到 林将的公日文章 很严重 并不严重 他们也有损造的 南海的运送计划 他们都被连死的 你们竟然只是愚弱 是一種而已 渡达和山口君是很失去的 我能否受得到処罰 逐罰当然了 但是现在不是 所以没养的武器 几千人的危机 受到処罰 如果不及遂就 全呆死的事了 现在 我看了 零行的前倉庫里有的物資 這次的被困是非常大 敵對於敵人 絕對情緒 如果是一尺度高 守住的物資也會很高 我來的物資是怎麼做的? 玉毛是皮質の実から 壊した物質は 霊空の生家から生死 奴隷の手から死んだ 今回天皇に託されてきて 全ての邪魔を消滅するためだ 物質と赤い一国山に送る でも赤い一国もないのだ そうじゃない 是 倒是你们 那个桂田从来没有对你们放松过警惕 你们很可能就要成为他的下一个目标了 要特别小心 宋伯伯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小心的 我会照顾好红月 我会照顾好红月 但是我会照顾好红月 我和大河和山口一起吃了 山口持在山口是偏偏 偏偏? 那是为了顾日文学的注目 我故意被烟了 他们的木材在揉着 这时候 我会把本人送给了本人 那么本人在哪里 心配就没办法 安全 你只能协调 明天晚上 所有犯人的警察 我会把人看起来 原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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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出去 妈 滚出去 妈 妈 我不欢迎你 别这样 妈 妈 小孩就是被医民给逼死的 你不还用脸到这儿了 妈 你滚出去 去 滚出去 不好意思 归天司令 我家母失态了 刘局长 这要顺便 希望你能振作起来 归天司令 刘某年纪大了 我的身体又不好 而且小女发生这样的事 我真的没有经历 主持警察局的事务了 所以我想 我把警察局长 让给齐家兴去当吧 刘局长 警察局都是你的老部下 他们都为你马首时辰 没有你下的命令 齐家兴调动不了他们 所以 我希望你还是能够亲自出马 询计划 归天司令 如果您有这样的考虑 我待会儿就到警察局去 跟警局的弟兄们说 从今天开始 一切听习家兴的指挥 好吗 刘局长 马上就要再次运送物资了 所以还是要仰仗您刘局长 警察局长之力 好的 不打扰了 你说今天全局的人都去局长家 祭拜小艾了 你说你不去也就算了 你拉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能不能动动脑子 来这儿当然有好处了 不是 这有什么好处啊 都在宋家门口盯半个多小时了 你知道昨天发生什么了吗 发生什么了 日本人的物资 又被康人分子给端了 而且山口和渡边被炸死了 炸死了 不过早就说了嘛 咱得离他们远点啊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我告诉你们啊 现在是我们的机会 这山口渡边一死 归天身边肯定缺人 只要我们能抓住 欧阳峰是抗日分子的证据 这就是我们升官发财的机会 这就是今天来这儿的好处 知不知道 好处 机会 不是你想想 这渡边和山口这么厉害的人物 都被杀了 这更何况我们呢 不是 万一要是有一天 这抗日分子毛头指向了你我 那不就剩个死啊 行了吧 能不能别怕三怕四的 山口渡边是厉害 但是不能跟抗日分子正面来 我告诉你 只要你动动脑子 有日本人撑腰 我们怕什么 还日本人撑腰呢 现在你看看 这日本人被这抗日分子 给搞得鸡尾狗跳的 各位 你不会怀疑昨天的事 跟欧阳峰有关吧 你说呢 不是 日本人都不敢确定 欧阳峰的关系 你凭什么就怀疑 欧阳峰是抗日分子呢 你有证据啊 我告诉你 这事一定跟欧阳峰有关 我今天来这儿 就是看看有什么情况 如果出现什么不对 马上抓人 哥哥 我真是服你了 你说这刘小爱 是因为日本人死了 这渡边和山口 也是抗日分子给杀了 你再这么下去 你也早晚的事 闭上你的臭乌鸦嘴巴 别咒我 我这是咒你啊 哥 我这是提醒你啊 行 要定你听了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再查 我再查 água 你看 满泥扶不上墙的东西 好 满泥扶不上墙的东西 科王 不管你 明如 小姨 你这伤还没好 你怎么就出来了呢 我没事了 小姨 欧阳回来了吗 欧阳还没回来呢 你赶紧给我回去 走 我没事了 慢点 齐家新章跟着我们 他肯定是为了昨天黑风洞爆炸的事 这将会狡猾得很 他不是想一直跟着我们到小岸那儿吧 正好 让他跟着我们一块去祭奠小岸吧 没事 再往小岸那儿 没什么 小明晚 小是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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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咱俩一块儿过去吧 欧阳兄 好巧啊 红月 齐队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啊 今天这会儿碰巧路过 你要是想看小艾的话 没必要跟着我们 你可以自己一个人来拜计她 小艾是一定要来拜计的 不过今天你们先进去 我改日再来 别呀 既然是跟我们一块儿同行的 你也应该去看看小艾 不是 欧阳兄 你不知道 现在警察局事儿特别多 局长又不在 全是我一个人在那儿顶着 忙 我这会儿正好路过 路过以后离我们车远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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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人 没想到他竟然成了卖国贼 多行不义 必自毙 电台呢 没事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们快去快回 好 走 回去 走 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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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奶奶 对不起 我们没能帮上什么忙 傻孩子 就这种情况 你们就是再能帮上什么忙啊 这夺桂田的枪 那还不是个死啊 小孩啊 是为了保护大家 送的命有骨气啊 我这个堂奶奶都保护不了她 反而让她 为了保护大家送了病 奶奶 是 奶奶 别太伤心了 小爱呢 是个好孩子 她是个有骨气的好孩子 她不只是为了小家 她是为了大家 为了咱们国家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奶奶 小爱 不会白死的 只要我们大家拧成一股声 团结起来 日本人 你一定会被赶出中国的 孩子 你说得太好了 你说得太好了 是 是 是 你听听 你听听孩子都比你有出息呀 他们都懂得抗拭 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你别记住 妈 妈 那时困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 这个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要不是因为你们两个 咱们老刘家能遇上这样的事儿吗 别激动啊 奶奶 小爱现在已经走了 咱们大家为了小爱 也要好好地活下去 也要好好地活下去 就像刚刚欧阳说的 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合力 日本人总有一天 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 对 对 别难过了 我们现在所做的 也是在为小爱报仇啊 如果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每天都会发生 像刘家这样的事情 对了 小爱昨天交给我一封信 让我交给莱宝 莱宝知道吗 还不知道呢 回去给他送去 小鬼子太可恶了 希望莱宝能够化肥同为力量 那样小爱也会高兴呢 现在咱们就把小爱的信 去送给莱宝 嗯 来吧 来吧 侯玉姐 这是小爱让我转交给你的 谢谢 来宝哥 对不起 请原谅我没来得及 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 就要和你告别了 做这样的决定 并非我看清自己的生命 施数无奈之举 对不起小爱 在你最后的日子里 我没有陪伴你 没能保护好你 我想加入抗日组织 你想抗日吗 我想和你们一起去加小鬼子 当初决定参加抗日组织 就是为了救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脱离苦海 但这一次 我只能先为了我的家人 够了 不要再杀无辜的人了 我可以嫁给渡边 希望大家带着我的理想 继续接手在抗日的战线上 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 莱宝哥 你看我漂亮吗 希望未来 中国人能站在自己的土地上 幸福快乐地生活着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这些 丧尽天良的小鬼子 血战血潮 莱宝哥 我终于可以和你在一起了 好 金生 我们这些美好的日子短暂 来世 希望我们能在茫茫人海中 在此相遇 可是我想跟你一起执行任务呀 再见了 莱宝哥 小艾 如果还有来世 我希望我们还能见面 我愿意拿命 去护着你 才是否有个好家 我都不愿意吗 才是太远了 都不愿意吗 你还不愿意吗 是哪样的 我好家 你还不愿意吗 我是想明白了 幫日本人做事那麼地辛苦 做得跟狗一樣 到頭來我竟然連自己的女兒 我都保護不了 你才明白啊 女兒沒了家都散了 你才明白 你才明白 我只不過就是想要養家糊口 我做好自己的職責又這麼難嗎 職責 你是中國人的警察局局長 你的職責就是保護中國人 你卻替日本人欺負自己的同胞 你要是幹不了 就卸了你這身官服 回家當平平常常的老百姓 沒人笑話你 黑風山倉庫 已經搗毀 發現洪一號是假的 徐班長和大海光榮犧牲 電報已經發出去了 接下來就等待上級下一波的指示 我們找遍了整個麟江城 居然連最後一個洪一號都是假的 隊長 我不明白 小鬼子藏了假洪一號幹嘛 難道他們就是為了引我們出來 消滅我們 我也感到很迷惑 最後一次見到山口的時候 看山口的樣子 他也不知道 這個洪一號就是假的 難道只有龜田一個人知道嗎 或者說洪一號根本就不存在 但是看龜田的架勢 很像是真的要將洪一號運到前線去 那就是說 連龜田也不知道是假的 不會吧 那豈不是 日本人騙日本人 什麼可能都有 不過不管怎麼樣 下一步的計劃 嚴防死守盯住憲兵司令部 這很棒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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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德川一郎 受大日本帝國天皇的指派 找临江来接管重任 就是因为抗日分子的猖狂 捣毁我们帝国的物资 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所以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以牙还牙 留兵许诺 别冲动来吧 我要提醒那些抗日分子 如果你们一天不出现 我就杀一批人 直到你们现身为止 大陆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 你疯了 只要你开枪的话 我们能跑得了吗 你没跟着他们干什么 德川就是个畜生 我要不杀他 他会杀所有人的 就凭我们俩的力量 能对付得了那么多小鬼子吗 你想想 周围有那么多无辜的百姓 如果咱们一开枪 他们就会冲着我们开枪 那么这些人都会死在这里 那你要我怎么办 那你要我怎么办 该看着吗 乃宝 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冷静下来 赶紧回去跟队长汇报 一起商量怎么对付他们 走 走啊 放开我 走 没想到小艾刚刚加入我们 就被日本人给杀害了 我们连续失去了两位同志 是啊 太可惜了 现在这个齐家兴 当了警察局的副局长 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 这个人必须盯着他 是啊 现在刘世昆根本没有时间 关警察局的事 全是齐家兴在管 队长 来 坐下说 出事了 队长 县民司令部新来一个叫德川一郎的人 此人心狠手辣 就在刚刚他在街道把所有囚犯全给杀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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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侯日文主古东家 我不是我的敌 而且他还说 如果咱们的人一天不出现的话 他们每天都会杀一批无辜的人 对 特河大佐有一个正常计划 全是在我身体集中 新庄教组是百姓百姓的冠牙 是 加密大使的意思是 他们仍然没有证据 如果有冲事就能成功 如果有冲事就能成功 即使是一斤人 也没有人逃避 他们会有凶的死亡 我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流传那么狠毒 欧阳 我们该怎么办 来者不善啊 我觉得他不只是针对我们 最重要的 没准他带来了新的物资 你们说他会不会把真正的红一号带过来了 很有可能 小一号是海底下的 今天是 今天也没人死了 流传台湾的乱阻 人家的安全保障 是 小安首大佐 小一号的安全保障 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查清红一号的存放地点 如果找到红一号的存放地点 我们也认识了 这是最后一段时间 我们也认识的罪 失败了 明白了 反正依我看 这个德川一郎 不是个擅长 要是对付他的话 可能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他们是亢太大佐的说法 那里能够很强吗 那两个人 都能够努力 都能够努力 阿几君 小心 那这一段时间 怎么办 不管他是一郎还是狮郎 只要他在临江 我就不会让他活着 今天我们有住人 小一号的守护 他们也随着 全滅 小心行事 我们严阵以待了 你 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事情 弄得我们整天 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现在连你自己的亲弟弟 都不相信你 你说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该怎么办 你以为我愿意啊 我要是不这么做的话 咱们一家子 我早就被日本人给害死了 早知道这么苟且偷生地活着 我情愿死了算了 守着孩子说这些丧气话干什么 娘娘 过来过来 来 娘娘 爸爸给你坐的风车 好不好玩啊 好玩 那你说怎么办嘛 日本人派人监视着我们 再这样下去 我们一家人 迟早会被日本人害死 这林江城是不能再待下去 我一定会想办法离开他 怎么想办法 上次我们已经走了 被日本人又拦回来了 我上次啊 给了二弟一张图 应该帮了他的大忙 听说小日本在山上的仓库 被抗日分子给炸 一定是二弟他们看的 如果趁着这个机会 去找二弟 然后说服他 让他相信我还是他原来的大哥 没有害过他 我想 他也许会有办法帮咱们离开的 可是 归田一直派人监视着我们 我们能逃得了吗 只有二弟肯帮忙 一定会有办法的 怎么办啊 就有了 金界铭 为什么 他和你们疑他们 应该还不 krijgen 恋一方道理 爽云姆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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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航空軍有很大的影響 你現在是你的手? 我的航空軍確實是我們擁有 但航空軍有很多設備和操作技術 你明白為什麼我失敗了嗎? 我告訴你 我的航空軍 現在在戰鬥中 反抗的都是敵 敵是全滅的罪 姑爺 小姐 你們回來了 阿建叔 一位貴客在客廳已經等您很久了 是哪位 你進去自然就知道了 不過他說只能和您單獨見面 侯月 明如 你們先去休息 走 走 二弟 你怎麼來了? 我上次提供給你的情報還準確吧 坐吧 好 謝謝你 說吧 找我什麼事 我們兄弟倆 什麼時候用這種方式說話啊 是啊 兄弟之間 怎麼能用這種方式說話呢 我們以前的一切都追捕回來了 你說得沒錯 可是無論過了多久 人再怎麼改變 這兄弟還是兄弟 清情也不會隨著時間而變的 我對二弟的情意從來沒有改變 我這個做大哥的雖然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但是我從來沒有忘記過你是我的二弟 大哥 謝謝你送我的情報 讓我順利地完成任務 我所做的也不過如此 我知道 這並不能抵消你對我的懷疑 大哥 對不起 我確實是一直在懷疑你 二弟 你也不必對我說對不起 我們兄弟之間只有情沒有恨 好 說吧 二弟 大哥這次來找你呢 是希望你能看在咱們古肉親情的份上 幫我一個忙 什麼忙 救我一命 幫我和你嫂子還有妞妞 一起離開林家 離開林家 快點 快點 向蝸和僧侶和僧侶人 相當的交換 今週深度來找慮 我們會找到謀 人們的懷疑 僧侶和僧侶和僧侶和僧侶 是狂潔的 手強的奴 你多想要把能力的能力 如果有些怪物 如果有怪物的話 我們會殺死 僧侶和僧侶和僧侶 僧侶和僧侶 要求你影响不上的话 现在洛杉的境界是重要的 境界的邪魔都会死亡 也不错 逃走 我是西家兴 桂田司令 您有什么喷嚀 桂田司令 怎么这个时候要请他们吃饭 是 我马上去办 是 局长 您怎么来了 听你这口气 我是不能来警察局是吧 不是 局长怎么能不来警察局呢 我是想说 这小艾不是刚刚走吗 您现在应该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调整一下心情 局长 有什么事您交给我去做 您放心 我的事交给你做 我不放心 你还是乖乖去服侍你那个日本人 踏踏实实做你的汉奸去 局长 您这话是不是说得也太难听了 我知道小艾的死是因为日本人 我真的很伤心 可是局长 您也得好好想想啊 我们都是靠日本人吃饭的 这要是把日本人得罪了 丢了饭碗是小事 命丢了可是大事啊 这 贾兄 叔真是看走眼了 你真有当狗的天分啊 多谢局长栽培 多谢局长夸奖 可我这不都是跟您学的吗